大家好 大家好 早安 亚洲的朋友晚安 我是黄兆平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 中国人又到了周末 今天是周五 我们中国人军固定在周五 欢迎大家固定收看我们中国人军 让我们来了解中国的问题 探讨中国未来朝向哪个方向走 到底是这个制度 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 今天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嘉宾 邓宇文先生 主持人好 冯盛民先生 大家好 王军道先生 朋友们好 何彬先生 王军道博士好 你为什么老师一定要强调博士 我一视同仁 你为什么要特别突出 我觉得博士是令人真进的一个冲复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棒时的李奇博士 我一定会叫李奇博士 也不会叫李奇女士 OK 好 这个我们尊重学士 尊重博士学位 OK 我要谢谢四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我们中国研究院10月16号二十大 马上要紧接着登场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关未来五年 中国人士跟政策 习近平连任 第一个题目我们提到一下 当然我们谈到习近平 总是想到一下最近江泽民 有些人恍然大后 江泽民已经96岁了 8月份刚过96日生日 但是最近网路上疯传了很多江泽民生日那天 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 给他祝贺的一些花来 我们来谈谈到底江泽民怎么样看待习近平 现在在二十大之后还在连任 已经本来应该换届下班了 但是他不愿意走 倒战下班不走 这个 邓一文你怎么样来看待 网路上传的这个照片 因为这个生日照片其实是蛮普通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生日照片里面 或者网路在疯传这个照片 约瑞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大陆百姓 或是大陆民众怎么样看待江泽民跟习近平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对于像这个所谓的反习的力量来讲 任何有可能这个这个这个诸书马迹 让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有可能不对劲的这个迹象 他都会去传播 都会去传播 比如那么像这个江泽民过96的生日 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进场的一个事情 那么把它 或者说有时候能把它传播到这个网上 也是很进场的 但是从另外一些人看来 这个时候 就像江泽民的这个生日照片 他做的就做的有点奇怪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呢 是不是习近平这个政府部局面了 是不是张泽民要这个群群欲动 要也要开始反习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完全跟张泽民已经无关了 因为如果传照片的话了 随便比如讲也可能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讲也他的朋友就参加这个张泽民的生日这个宴会 然后他可能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 但是可能那么就比其他的朋友那个转发趋势了 这样就属于形成了一个群聚效益 这个越转就越大 这种扩散羊群效益 那么在外界看来 他就觉得把 就是一个政治的符号 政治的迹象 说说习乎江泽民要要怎么怎么样了 江泽民跟李克强这个又又要怎么样 说要挺什么要挺那个张派要挺谈派等等等等 所以讲他将一个越临近二十大的这个关口了 如果不到最后一刻到二十大开会 就算是二十大开会了 不到这个习近平宣布习近平当做总数据的那一刻 我可讲这样的事情会源源不断的出生 就是二十大开了也会出现 就是这个习地位不稳等等等等 一切是我觉得可能会被传播的 如果假如说二十大开了 就是有一些历史的 就是说不利于习的习的一些东西出来 比如讲习的政治报告里面老几话 可能跟过去的表示不一样 看起来好几书 这个是要落化习的这样一个权力样的 那么也就会大量的全部 就是说你看习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一个 可以讲你可以说也是有一种社会学的这样一个意义 但是对于什么习 重逐要观察习的权力地方有什么变化了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没有价值 圣明兄 这个其实在江泽民主政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其实像法兰一看 96岁跟习近平现在69岁 其实相差快30岁 这个习近平那时候当初也是在福建 也是不是说很起眼的一个官员 所以现在事过境先 将近是30年下来 本来两届之后 他应该倒计一下 现在看起来他是不会吓死 但是你觉得从江泽民角度 如果你是江泽民你怎么看待习近平 或者说回到90年代 你又你觉得习近平当初会 会就怎么样看待习近平 我不知道江泽民会怎么看 但我觉得中共的政治规则早就变了 什么七上八下也好 什么隔代指定也好 这些政治规则早早就变了 就是在修宪连任的时候 我自己是在14年我写的给习的第二封信里面就讲 他会修宪连任 他不会下台 所以到今天没什么区别 倒是现在那些说法 什么就是习下不下来 你用不到听什么小道消息 你去看看资本在干什么 中国的官员在干什么 中国的那些富豪在干什么 你就应该知道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摩拳探掌回去打干一场 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就是平心而论 他们的消息渠道比我们多多了 他们的方向很清楚 你再看一下那些革命家在干什么 德国革命了乱了列宁回去了 海外躲了多少年 说德国火车回去的 中国新韩革命了 中国乱了 孙中山也回去了 碗都不洗了人家 你看看现在革命者有回去的吗 就在这儿造谣而已 而这些谣言在国内这么多 国外大家也都信 造谣的人本身我相信不信 很多跟着跑的人信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统计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 信存者偏差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叫信存者偏差呢 就比如说我说纽约有个大豪宅 你只要到那去 纽约上周那里面有个老太太特别好 就会给你热情款待 大家都这样说 大家都这样说 于是呢 我就去了 有个人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老太太没出来 除了老头 马把虎子把你给剁了 给砍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 那但是这个故事呢 人就这样传 传了很多 那个老太太如此仁慈 只要去了 就会如何如何 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就那个豪宅里面 他有个老头 有个老太太 就看你运气了 你碰到老太太 确实热情款待 碰到老头呢 就把你给灭了 但是你社会上 人们听到的人 都是说 那老太太怎么好 那个豪宅如何如何 原因很简单 奉原老头都被宰了 他回不来了 他讲不出故事来 这就统计学上 一故事叫做 倖存者偏差 就你的信息来源 就是这些贪官也好 被习呢 整肃的也好 君涛的话呢 叫官产学吧 因为我的话呢 就是权力精英 资本精英 文化精英 他天天 他确实是被整 他天天讲 就这故事 他盼着这个事发生 这个倖存者偏差 他怎么来的呢 这实际上是二战的时候 这统计学上的一个故事 就是英国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就研究那些 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些飞机 受伤的飞机 就发觉呢 他们中弹的最多的地方呢 就是在翅膀上面 于是他们就得出个结论 说那个翅膀呢 是最需要加强防护的 因为那个地方呢 最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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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们就想给那个翅膀 来去增加装甲防护 那当然就要把机身啊 鸡肚子啊这些的装甲防护呢 就减弱 后来发觉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因为呢 其实飞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 鸡的腹部 鸡的肚子 问题在于打着肚子的那些飞机 都掉下去了 它回不来了 所以你看到的那些飞机呢 回来的都是机翼上面受伤的 这就叫统计者偏差 我们今天干的很多事 就是我们听到那些故事 就是你这个信息来源不对称 就是你接触的人 都是这批人 互相之间的抱在一块取暖 对吧 就是听自己的回音壮胆 就越说越真 就真的呢 就像呢 现在连美国的媒体也在那说了 好像成为一个共识了 就这么回事 其实说到底 谣言就是谣言 就是一个人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 但是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事实 习上还是下 我想十天之内吧 他们就看得到 至于说看到以后还不认账的人 就没有必要再去跟他争了 对不对 他就什么他都不会相信 我也有非常好的朋友 以前 那川普上台以后 他就咬定认为 就是那个拜登上台川普败选之后 他就说那就是假的 那拜登就是在好莱坞的摄影棚里面在执政 真做的那个白宫的还是川普 他相信了很久 我不知道现在还相不相信 就是人永远愿意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东西 你提到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现象 革命者回不回家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 真有这么回事 那些海外流亡的那些都该买飞机票回家了 你看有几个回家的 除了编故事以外 除了期待以外 没其他的动作 你总是不能一直编故事一直期待 总是要付出行动 君老博士 我们这个 我不曉得胡锦涛也是前领导人 他如果生日是不是网路上会传那么多 我是不知道 但您自己怎么看来这些是江泽民的生日照片 不对 前一段天传说兵变的时候 可是胡锦涛是核心人物 你知道 你先别提他 对 连这样的就是扶不上墙 那个阿岛烂泥 对吧 我不是说胡锦涛不好 我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斗争的欲望 他也没有权 他真的说 像日本人当时问他 小孩问他说 问他为什么要当总局 他说小朋友 我不想当总局 但是中国人民性 不是中国人民性 但是邓小平和当时的那个制度 当时选择了他 其实他真的是不想干 江泽民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江泽民是喜欢浩大喜功 其实在很多方面他跟习近平相似 但是他喜欢美国 他确实了解人类文明一些规律 当然在那时候 中国没像 没按这个方式那么强大 如果今天他怎么想 不过我觉得 如果刚才你讲到了 那个江泽民对习近平 我觉得江泽民不会喜欢习近平 就是因为呢 习近平很多做法是违背了 他认为他把中国以向成功的 这个路 现在习近平 但另一方面呢 到今天这个 我觉得江泽民也认命 江泽民不是一个那种 到关键时刻 他敢于就是应变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人 他不是这种人 所以说 他现在也认个命 那我知道的消息 就是说他俩其实 江泽民呢 过自己的日子 包括江家的事呢 现在习不管 还不像别的家族 别的家族 你还得把你就是吃的东西吐出来 习就放你们 但是江基本上 现在习不管他 让他的在家里 也低点掉就完了 那刚才二位讲到这个呢 其实这个 因为郁文呢 讲的是大而化之 那我在前一段时间 被问到这件事 我当然都在讲过 习是不大可能通过 现在传言的方式 什么政变啦 军变啦 因为就是程序性的话 你都被控制死了 不过呢 即使习把这都控制死了 我们看到二世纪啊 在现代时中 还是会有很多突发之间 把一些不可一世的强人 就在燕鞋里推翻了 这个推翻 其实他们这个 二世纪还是时间短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 搞绝对主义的这种 专制统治的 还是中国人更有经验 其实到这个份上的时候 就是一个国家 到这个份上就是 因为习假如说啊 他这个专制在上升 他有理念 而且能把一些事情图了 比如像斯大林 那中国的那个苏联经济 确实发展很快 在他统治下 毛泽东早年呢 他革命上也不畏没有成就 当时搞什么各种各样建设呀 什么多块好整啊 这后来有些灾难 但是前一段时间 他也确实让人觉得 给人印象很好 不过习现在的做法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 封建王朝末世来看 他很多事情做的非常失败 外交啊 经济啊 我们不是说按照这个老百姓 这个一般的批民调述 我们讲官产学 三界这些精英啊 他们的印象中间 他们认为成败标准上 习做的很糟糕 而且这个糟糕 他们做了很多道德的杜撰 那今天这个谣言 刚才我觉得 邓一文啊 这个还有这个谁呢 还有这个盛平啊 我觉得他们讲的 我都同意就是 现在很多人是觉得在这个 但是我觉得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呢 他不是哀鸣 因为盛平几次说 他们就是哎呀不行了 哀鸣啊 骂两句谢谢笨呢 也要有点人道主的同情 让你去说去吧 但是不要再在意 其实他们还是在努力 那题目说呢 他们是在抗议 我觉得这年头 谁抗议谁找死 我觉得他们就是相信 如果他们努力了 事情还会发生变化 那你说他们的想法 就没有道理吗 其实我讲了 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 来看的话 搞独裁专制呢 有的就是灭亡 有的就能成功 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呢 你全是强一点 你把一些事情处理得更好 大环境小环境都能变得好的话 你是可以 专制呢 是可以通过政绩得到巩固 问题是呢 习现在他所采取的这种专制呢 他要追求一个 按照即使按他理念落地 一个中期和长期 比如创新驱动的 中国新发展供给策改革 中期长期或许他可能有一个机会 但是短期确实中国内外呢 搞的这种关系都不好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政权是要垮的 不过习现在把各个权力的各个关节 控制的好 使得没有 那么当然在这个搞这个预测上面 有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呢 就是搞的就是客观预测 这个在中国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中国的真实的数据啊 都不可能 在一个中国的民意在没有自由讨论 你也不知道民意是什么 每一个戏剧 每一个事件出来都会戏剧性的 改变民意的看法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德尔非法 德尔非法就是呢 就是用主观 用这些利益相关者 和他们在熟悉情况的人 让他们来做个评估 这个我也同意盛平的说法 就是比如官产学三界 不满意怎么样 跑得多 润得多 他并不能真的敢反抗 而且好像也没有国内 没有反抗空间 但是在中国封建王朝末日 同样的地方 对吧 隋朝是被李渊和李世民推翻的 好久之后李世民建立了一个大唐帝国 但是开始他们并不敢反 直到中国农民起义反了之后 那么这个在中国呢 在这个秦朝也是第一个王朝 那么当时项羽他们 张良这些东左西藏也不敢反 直到陈胜吴广反了 造成一个可能性 所以中国在目前这个情况 实际一方面崩得很紧 权力就能够真正我们认为 日常可以这个改变格局的精英 都不敢反 但另一方面 那些下面一个偶然事件 因为他崩得太紧 一个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 整个局势这个链条的崩断 然后会出现一些事件 而且呢 这个在政治在这个时候的调诡之处 正好就在于 他越该变的时候 统治者越怕变 就控制的越死 让那个所谓德尔菲 把这些专家和学者能看的话 越看不到变的肯定 但另一方面 其实这个越崩得太紧 一个人性改变 但能不能改变 我们不知道 这个郁文呢 写的篇文章说 现在期待的习下来 跟小情形困状一样 你要知道啊 所有的大事件的发生 事前看差不多 都是这种小概率事件 谁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事件 但是它发生了之后 大家最后看 它好像是个必然发生 只不过它怎么发生 是一个偶然性的 但是我不是说一定会变 到现在如果我们常理退台的话 还是不会 那刚才盛平讲的 革命者回忆 革命者回忆 一般是奔演局发生肉财回忆 因为很简单 在权力的这个独裁者 控制所有环节的时候 实际上敢于造反的人 都被边缘化了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一事件 他们肯定不在第一现场 一般是在这个事情 发生了权力的环节 都出现了断裂 甚至整个就崩溃之后 他们才会有一个机会 去做一些事情 才能回国 对吧 你说辛亥革命帮的革命的 他们也都是这样的 那些真正发动革命的人 并不是那些 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 有名有姓能够的革命者 孙中央搞了11次起义 怎么样 连一个阵都打不下来 每次都扔了 这个几十具尸体 连个阵都打不下来 但是后来 那个新军中 绵不见惊断的小兵 出于一些误传的谣言 刚才呢 盛平也讲了谣言 你要知道 就是在这个时候 创造历史的谣言 我记得呢 我在这个 在这个 尼门掰了 那是美国最好的 这个记者项目 我跟一个美国记者 到列克丁敦 他们每年有个项目就说 让我们记者到美国的现场 去看国际记者 那后来我听完他讲革命 故事说 那美国革命是场事故 他说 他说君涛 说你告诉我哪场革命 不是事故 你最后回去起来 中国的行下革命 所有的革命 那个导火索呀 都是一些小事故 正因为谁也没认为 他能成事 他才成一个导火索 所以我今天讲啊 不是说我不同意盛平和郁文的看法 说习近平就一定会下台 像这些这个在下面来的 但是我想说呢 这些人的努力 基于这些大的判断 在历史上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且在现实中呢 也有它的一定合理性 但是能不能实现 我不知道 因为这确实这个偶然性的事件 这是一个就是 而且事先看的话 一定是非常小的概率事件 和平刚才郡道博士提到的这个大事发生前 总是有些偶然性的小事 你觉得到现在二十大之前剩不到十天了 还有偶然性的几率吗 我认为讨论所谓的小概率 就跟谣传一样的 就是一种政治的异想 没有意义 你可以举一下深圳三 你也可以举一下什么李什么明 那跟现在的社会相比是完全不可以进行量比的 政治学之所以非常难以成为一个令人幸福的学问 就是因为它的量化的标准太少 或者量化的标准有太多的这个想象性 如果我们凭一个小概率来讨论中国的问题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 首先我们就是讨论这个江泽民的生日的照片 那么有人说是假的 有人说是真的 其实真的和假的都不重要 江泽民不管是支持习近平还是反对习近平 我们也不能真实的了解情况 如果假如按照我了解的情况来看 江泽民没有任何道理去反对习近平 甚至说我用习近平用错了 我后悔了 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想象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做了太多的事情 伤害了太多的利益的团体 伤害了太多的知识的精英 那么各方面对他的批评和反应 有的是有道理的 有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有道理和没道理 现在反习是在经验阶层里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应 但是这种反应呢 就是说从人权的角度 或者是在法治的角度 从文明进步的角度 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就是从整体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 跟这个几年以前的美国的政治产生变化的时候 人们对这个当时候的美国的政治的这种分析一样的 反应呢 曾经在中国具有很有影响力的一批人 已经不但呢 这个丧失了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那么之前也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这个判断 但他们在海外这么一个自由空间仍然是有反应的机会 不像在中国被控制 但是这些反应的机会呢 被他们浪费了 他们不是说非常严厉的去批评习近平二三四五 你错了什么地方 而是以谣言的方式和意想的方式 来去判断这个中国的未来 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 这都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谣言你以为今天能够摇翻中国吗 你以为一想小概率他就会等到小平均撞地球吗 都不会发生 真实的情况就是习近平对中国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控制要把中国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说小概率 要应该看一看习近平的身体好还是不好 这是中国变速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那么你真正要分析起来就是习近平哪一些事情 是跟文明基本的价值是相冲突的 哪一些事情是在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将它比较所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 它的各种可以确定的一些素质显示出来中国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 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没有改善 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是不是愿意上街 像1989年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一样的去上街 去抗议这个政府即算是他们现在的就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身后出现了很多的困难 他们愿不愿意要求要民主要自由和要人权 那么有一些的讲话 三十年以前我们听一听确实还是一种希望 三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进步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障碍 我们看到了三十年来无数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间 所谓的苏联东欧的崩溃 所谓的这个成色革命 所谓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 几个国家现在还敢谈呀 你可以去谈埃及吗 你可以去谈托英斯吗 这不是说这些国家不应该往民主方向走 而是说一个专制的国家 一个罗号的国家 一个贫困的国家 他们要转型的时候比我们想象要艰难很多 所以今天还用三十年前的标准 再来讨论中国的问题 何看这个西方的民主 现在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不是一般的问题 美国的总统都怀疑和批评 美国的民主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用三十年的这种价值和知识 来去分析今天的政局 那我们几十天之后 也许十几天吧 十几天之后二十天 大家就可以看到结果 通过这种结果 有多大程度上会印证 有一些人的观点是正确和错误 有没有可能作为修正呢 我认为机会非常小 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时代的人物 有些人曾经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他不是一辈子的领导者角色 因为美国的这样一次政治纷争 已经显示出来了 他们确确实实已经没办法了解美国的政治 那么今天中国产生的变化 他们已经没办法去接受基本的事实 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一种意想 你可以说是很悲哀的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 就像美国的石油工业出来 会把煤炭工业摧毁一样的 它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叫迭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二十大之前 你可以作为一个笑话 作为一个玩具 作为一个游戏 来讲一讲 我们作为一个话题 但事实上这个江泽民支不支持 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是和平刚才提到的这个笑话 玩具或是游戏或是谣言 反正这不重要 二十大马上揭晓 不过程度刚才和平提掉了 二十大是习近平 这个等一下 你要补装一下 给你一分钟 好吧 对 对 你知道这个和平在这之前说 要期望我火爆一把 我今天就轻轻开开的 我教你王王王 实际上和平来也说了 江泽民喜欢不喜欢你不知道 但是你听我说呀 不是 你说江泽民喜欢不喜欢 但你也讲了 其实今天的官产决三界就是江派 对吧 江派和渡派 其实这些人你说不喜欢他们 其实就是代表江也不喜欢 我们想都能想到 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下一步再以后呢 你也不要说 这个政治博弈再继续 这个政治博弈呢 在二世纪政治史上 你不要说传统的 二世纪政治上 从来就没有独裁者完全说了算的时候 独裁者最后总要对现实做妥协 他不妥协就要被推翻 而且你讲的这些 关于各种各种各样的专业评论 现在反江的人就是在进行这种评论 你看看他们比江讲道理的 江灯就是一个什么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他狗屁的一点道理都不讲 而那些人举出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古往进来的道理 大量的科学 还有一个政治科学 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的政治系 除了两个这个学校之外 都叫政治科学系 他们全是用科学方法 用模型 用这些再计算 你可千万别说政治学不是科学 好这样啊 我补推一下 我补推一下 这个军道喜欢谈小盖的事件 谈这个谣言的这样一个 我不说 这是几乎 不 我 你别 你别 我 我补推 我补推 余文 你想想我 一般咱们谈我 不谈大怪语 我只是在 低谷 好 你不要打到我 我 就是说 你也提到了 我前不久写的那个 是我的这个 这个 八一上报的文章 我当然就是说 从这个强识一段来看 我不反对 这种小盖的事件 这个我以前 我要给你讲的 我从强识一段来看我不反对 但是在二十大前夕 说这个 就是什么 这个世来天使一件 我就敢想断绝 任何事都不发生 不要就是说 我这种非常绝对的语言来讲 六十都不可能发现的 这一切都在细地掌控里面 另外在关于这个谣言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 现在的谣言 跟过去的谣言 也不难一概而论 过去是一个信息 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事 特别是我们讲的 古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封闭的 等到统计者知道这个谣言的时候 他那个谣言所酸起的巨浪 已经在社会上升了 但现在的谣言信息是 时代一下子就是说 是不是谣言一下子 就可以让你知道这个真相 所以讲 现在的谣言希望 能算起上过去 像算起那么大的作用 我是从社会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表示怀疑的 没有更多的这个实证 来证明这一点 就是说他信息时代谣言 也能够起到上过去这样的作用 我就不准备 嗯 好 既然这个 还会有更多 有关于二十大的研究 跟一些讲评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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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评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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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欢迎订阅 转发订阅